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是中国央行的最新动作 以及它在试图拯救经济和股市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宣布了一系列大胆的政策 包括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但面对持续的通货紧缩和银行利润压力 这些措施真的能奏效吗 央行的官员们曾经对通货紧缩持乐观态度 然而随着经济数据的疲弱 他们的立场开始动摇 美国的利率动作为中国央行提供了空间 但问题仍然存在 这些货币政策能否真正激活需求 还是只是治标不治本 同时这些措施的副作用也引人担忧 特别是对于银行的影响 即便是利率的下掉 对于家庭的消费刺激也似乎为乎其为 要想真正改变中国经济的现状 似乎还需要更多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 所以究竟中国央行的这些举措 能否缓解当前的经济困境 还是说这只是短期的应急措施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基于存在款增速的推算法 改成到收入法核算 整治规范手工补习和资金空转 黄和层量低效的金融资源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提升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 在汇率上 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之中的决定性作用 保持汇率残性 强化预期引导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真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货币政策的成效不断显现 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8.1% 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8.5% 高于民意基地部的增速约4个百分点 融资的成本也处于历史的低位 根据中央的角色部署 为进一步支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人民银行将坚定地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 加大货币政策调控的前度 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精准性 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借助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我宣布了下属几项政策 第一 降低成款准备精力和政策利率 并带动市场基准利率的下行 第二 降低成量凡贷利率 并统一凡贷的在地首付比例 第三 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公众 支持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 第一项是降低成款准备精力和政策利率 近期将下调存款准备精力 0.5个百分点 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的流动性 约1万亿元 在今年年内 还将是市场流动性的状况 可能则接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精力 0.25至0.5个百分点 就是在近的下降0.5个百分点 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1万亿元 那么在年底之前 我们跟住情况 可能还会折击再下调 0.25到0.5个百分点 降低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 7天7力回购操作利率 我们说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 是指了7天7的利益回购操作利率 下调0.2个百分点 从目前的1.7% 条件至1.5% 同时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和存款利率同步下行 保持商业银行 净息差的稳定 二是降低层量房贷利率 和统一房贷再低收付比例 引导商业银行将层量房贷利率 降至新发泛贷款利率的附近 预计平均的降幅大约在0.5个百分点左右 统一首套房和二套房的房贷再低收付比例 将全国层面的二套房贷款再低收付比例 有当前的25%下调到15% 将五月份人民银行创设的 三千亿元保证型住房贷再贷款 中央银行资金的支持比例 有原来的60%提高到100% 增强对银行和收购主体的市场化激励 将年底前到期的经营性物业贷款 和金融16条这两项政策文件 延期到2026年底 原来这两项文件是到今年底就到期了 我们和金融监管总局一起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经济学人的文章 内容涉及中国央行正在采取的新措施 试图拯救陷入困境的经济和股市 这篇文章不仅披露了央行的新政策 还分析了其背后的动机和潜在影响 接下来让我们详细解析这篇文章 并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评论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文章的主要内容 中国人民银行PBOC 在9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了一系列大胆的政策措施 旨在应对当前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问题 央行官员起初认为通货紧缩是暂时的 但随着通货紧缩的持续 他们决定采取更为果断的政策措施 主要政策措施包括将政策利率下调0.2个百分点 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半个百分点 并将现有抵押贷款的利率下调约半个百分点 令人惊讶的是 央行同时在三个方面放松了政策 这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弓胜海表示 未来可能会采取更多措施 包括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此外央行还推出了新的工具来支持股市 包括帮助公司通过银行贷款 在融资来回购自己的股票 并帮助证券公司和其他机构投资者 通过提高资产负债表的流动性来筹集资金 那么是什么促使央行采取这些大胆的措施呢 首先恐惧是一个重要动机 8月份的经济数据相当令人沮丧 中国有可能无法实现今年官方设定的 5%左右的GDP增长目标 前行长易刚也表示 中国应该专注于对抗通货紧缩压力 其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近下调了利率 这给了中国央行更多的行动空间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自7月底以来 已经上涨了3% 这使得央行可以在不削弱本国货币的情况下降低利率 最后潘工胜认为新政策对银行利润的影响将是中性的 虽然货币宽松可能会挤压银行的利润率 但他希望通过同步下降存贷款利率 使银行支付和收取的利率差距基本保持不变 尽管如此降低现有抵押贷款的利率可能会对银行产生负面影响 就抵押贷款的利率通常高于新贷款利率 缩小这一差距将使约5000万家庭每年节省约1500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他们可支配收入的2.5% 但这也意味着银行将丧失等值的收入 此外该政策还可能阻止提前偿还抵押贷款 这对银行利润是另一种威胁 然而即使这些政策立即生效 也不会立刻给中国经济带来显著的缓解 澳新银行的经济学家杨伟文指出 1500亿元人民币的家庭储蓄 可能只会转化为530亿元人民币的额外消费支出 这还不到今年预计GDP的0.05% 这表明需要更多的需求测措施 而这些措施大部分要来自中国的财政当局 那么从不同角度来看 这些措施的背景和潜在影响是什么呢 首先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通货紧缩和需求不足 通货紧缩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投资减少 进而进一步削弱经济增长 央行采取的这些措施特别是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旨在增加市场流动性刺激消费和投资 其次从金融市场角度来看 央行的新政策对股市可能带来短期的积极影响 支持公司回购股票和提高证券公司的流动性 有助于提升市场信心稳定股市 然而长远来看 这些措施能否持续提振市场 还需是经济基本面的改善情况而定 再者从社会民生角度看 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对家庭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 这将直接减轻家庭的还贷负担提高可支配收入 从而有助于提高消费水平 然而这对银行来说则是一大挑战 银行需要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来弥补这部分损失 最后从国际角度看 中国央行的举措也反映了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 美联储的降息为中国提供了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 同时也体现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应对经济放缓时的协同效应 综合来看 虽然中国央行采取了一系列大胆的政策措施 但要真正实现经济复苏 还需要更多的财政政策支持 财政当局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宣布增加预算赤字 地方政府也可能发行更多的债券 这些措施将与央行的货币政策相结合 共同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央行正在积极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 采取了一系列创新和大胆的政策措施 尽管这些措施可能面临一定的风险和挑战 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 它们是必要的和及时的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通货紧缩是指物价水平普遍持续下降的现象 这通常伴随着货币供应减少 经济活动减缓和投资需求不足 通货紧缩可能引起一系列经济问题 包括消费和投资意愿下降 企业收益减少 失业率上升 以及债务负担加重等 需求不足 是指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购买需求低于供应 这可能导致企业减产 裁员甚至关闭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经济衰退期间 当消费者和企业对于未来不确定或信心不足时 倾向于削减支出和投资 通货紧缩的背景和影响 一货币供应减少 央行通过提高利率或其他手段 减少市场上的货币供应 这可能导致通货紧缩 货币供应减少 意味着流通中的钱变少 消费和投资都会因为缺乏资金而减少 二需求不足 当人们对未来经济前景感到悲观时 会减少消费和投资 这种需求不足 会进一步导致企业收入下降 进而压低物价 三工资和价格螺旋 如果企业因需求不足而降低产品价格 就可能会削减成本 包括裁员或减少员工工资 这种工资下降 又会导致消费能力进一步下降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四债务负担加重 在通货紧缩环境中 明义债务保持不变 而实际债务负担增加 因为偿还同样数额的债务 需要更多的购买力 这会进一步限制 企业和个人的支出能力 需求不足的背景和影响 一经济周期 在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 需求不足是常见现象 企业和消费者 对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 和收入预期下降 而减少支出 二储蓄倾向增加 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 消费者可能会增加储蓄 而减少消费 这会导致市场需求不足 三政府支出减少 如果政府削减开支 或实施紧缩政策 也会导致整体需求的减少 四企业投资减少 企业对未来盈利预期不乐观时 会削减资本支出和扩张计划 这进一步减少市场需求 历史实力与数据 一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是通货紧缩和需求不足的经典例子 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物价水平持续下降 失业率飙升 经济活动大幅减少 二日本失落的20年 Lost Decade 20世纪90年代初 日本经历了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后 经济长期低迷 通货紧缩和需求不足问题严重 尽管日本政府 采取了一系列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 但效果有限 三2008年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大幅衰退 需求不足成为主要问题 各国央行和政府 纷纷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和财政刺激措施 以恢复经济增长和提高需求水平 综上所述 通货紧缩和需求不足 是互相关联的经济现象 它们通常在经济衰退期间出现 并对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 治理和预防这些现象需要综合运用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 以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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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